國內本土疫情穩定發展 二十一號臨本土臨死亡 已經連續十七天 沒有本土案例 但是境外移入個案 卻沒有減少 仍然多達九例 其中更有五例是突破性感染 分別是四例的男性 五例的女性 那年間於未滿十歲 到六十歲之間 五例突破性感染 其中有一例是二十多歲 本國籍女性 曾經在台灣接種 兩劑AZ疫苗之後 到美國又接種一劑莫德納 七號入境十九號 檢疫期滿前採檢 二十一號確診 無症狀 這也是國內打了兩劑AZ 加一劑莫德納之後 遭到突破感染的首例 萬金石馬拉松 週日一早舉辦 前一晚卻有肯亞女選手確診 她在肯亞接種了兩劑AZ 十月二十九號入境採檢陰性 十一月二十號再次採檢 驗出陽性CT值三十二 指揮中心研判為舊案 新北市衛生局調查 肯亞女選手在自主管理期間 並沒有特殊公共足跡 不過這起事件也影響外界對台灣舉辦大型賽事的關注 畢竟國外戴奧塔威脅仍然持續當中 但專家認為大型賽事活動仍然可以舉辦 但防疫措施勢必嚴謹 才能夠避免疫情再起 記者 謝軍中 王一仲 台北報導 好守護病人 盡力調查 申請 。 請